台东捐血站在农历春节前夕是发出了警讯 血库O型和A型血液只能再撑6天 加上近期内寒流不断 民众出门捐血的意愿不高 万一春节期间碰上了重大的事故 只能协调高雄中心紧急的来支援 气温偏低 血库存量更低 低到连诊所护理师都看不下去 中午时间赶来捐血 为什么你也来捐 没有 我看到有那个缺血 水库空空我就喊 你知道缺血严重到什么程度吗 有 水库都空了吧 A型血只能再撑6.4天 一项滴水位的O型血库存量剩下6.1天 平均每天50代的零血量 一句话 坐池山空 这不用给你啊 我看一下啊 应该没有我的房间 它好像有船跟过来的 哦 这里有 好 谢谢你 好 OK 小心 谢谢你 多少 你多少 14代 要看 14一代 哪里 三三十几 血不够 应该是备用的 备用的 又少14代了 当场 呵呵呵 春节的时候大概多少 都是一千代 一千喔 平常都是一千九百代 一一要求 需求就是一千九百代 不是 我说是 我好像卖片里面的日子掉 你等一下嘛是不是 我看一下 你等一下嘛是不是 有没有发生过过春节的期间 血根本领不到 我们高手中心 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一定会库存我们的血充足 除非南回公路 有一些崩塌之类的 嗯 就像仪器吸不到血液 不断发出警告音一样 台东的血库存量 逼近警戒线 过年前 牧学非常困难 一方面是天气的因素 天气人 心地不不定 军雪人来军雪的意愿 再者是 用血量还是这么多嘛 有这群人在需要用血 所以你可以想象 路跟出是不等于的 所以变成路不敷出 捐血站的护理师 一直重复看着捐血人的名单 只希望出现几个 能够再度晚秀的民众 偏偏一遍 看过一遍 大多都还没满两个月的捐血期限 过年期间他们都会出去玩 或是有其他因为假期 然后出去规划的事情 所以你要找他们来捐血很难 嗯 要狂打就好 嗯 要找很多人 不是说狂打 是要找很多人 拜托很多人 看他有没有空 捐血站看不到任何民众 抽牌号码机维持这个数字 已经好几个小时 红灯闪着闪着 就像台东奸血站的 血液库存量一样 红色警戒 记者赖永成台东市报导